哎大哥您在香港房租多少呀 五万 哎那我帮您加 我帮您加买油方便上您家看一下吗 真的吗 对呀 美女帮我把油加买 可以 香港的油价是24亿升 那您这个油箱是多大呢 94公升 这跳得好快呀 我的心跳得跳出来了 现在只有十分之一耶 一千块了 连一半都没加到 破产了吧 破产了 讲得那么过瘾啊 我付油费 哈哈哈哈 哦停了 才一千七啊 哎呦 油箱里面还有油嘛 哦不客气我上了两千 那像您的话一个月油费要多少呀 最高的差不多油要二十万吧 因为我们有二十辆 到了 哇您这里有这么多豪车的吗 我有十台老师老师 还有六台病例 在这个地方这一块 然后呢我还有四台老师老师 在国内 您这面积有多大呢 有一千个平方左右啊 哎这些是什么东西 哦这个东西就是清理出来的神奇品 我最近也整理出很多品牌方送的小家店 我都挂在咸鱼上给粉丝朋友 这四个烤箱四个空气炸锅和两个炸汁机都是全新的 通通10块钱包邮给大家 大家快点击评论区链接上咸鱼搜订棚会加认证这个就可以找到了 你们有什么闲置的东西也可以挂咸鱼上 卖了赚点钱 这么多豪车您给我介绍一下 OK 这一部是1937年的老师来自 老师来自现在的最新款的开门是这样子开的吗 嗯 其实1937年的时候已经在这里开门的 你看这个床都是原装的 现在已经说起来差不多90岁了 开到北京也没问题 你看看这里空间有多大 前面好宽哦 你看我多舒服啊 哎中国式的窗帘 旁边还有一个小凳子 嗯 你看两个这个木头 每一样东西都差不多100年了 你看这个花蜜机 说这是原装的 哇 那这么多年了不会坏吗 没有人会修了吧 我会修吧 这一部啦 嗯 就是1951年的 嗯 看一看 很原装 你看这个木头多漂亮 感觉跟新的一样 这个木纹呢 每一部线只有跟同一棵树 什么木呢 桃木 这两个纹一定要对的 这里可以 这个是餐桌啊 去泡面 你看那个轮胎 嗯 白边也很少的 我知道了 这个白色是为了秤他这个身子 你看我这部车就是 嗯 橙龙啊 有道华 好多明星啊 坐过这部车去 参加那个 颁奖典礼 刘青鱼呢 嗯 他结婚的时候 哦呀 这用这部车 嗯 我刚没发现他还是敞篷的这辆车 哈喽 嗨 嗨 因为以前的这个车呢 呃 原作是没有空调的 嗯 这个的时候呢 就靠这个了 嗯 嗯 嗯 我那个位置就是刘道华座 旁边那个呢 就成龙座 我是成龙大哥做的 啊对 那您租一天多少钱 三千块一个小时 嗯 这一小时三个小时 你看 这个车60多年前买的花了多少钱 我们叫做下辆板 六十几年的时候 应该是八千到一万英镑左右吧 在香港可以买三套房子 还有一个啊 桌子啊 放在这里的 可以在这里钓鱼的 哦 他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的 嗯 90年代的时候 嗯 这部车已经卖了三百多万了 已经 嗯 嗯 它可以活动的 嗯 其实不是怕人家偷 人家一碰 减少对人体的伤害 对 为了安全来卸起 好 我还在这里再看多几部车 在我们另外一个地方 哇 这里还有这么大个停车场 因为1956年 老斯莱斯 1964年 每一部都可以开的 开到北京没问题 到最后了 老斯莱斯 1935年 这个很像那种 上海滩那个电影里的 对 嗯 嗯 哈哈 它这个好多齿轮的感觉 啊 不 很对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嘛 可以用这里来 加油 嗯 用手来 加油 有行 看一看 过来一边看 它这个没有那么宽 哇 有一个走吧 好特别这一辆车啊 女生可能喜欢白色的这辆车 对 这么多好车你最喜欢哪个 那你一定要公平一点 嗯 你居然收藏那个 每一样都是一样对待 您说宾利和老斯莱斯 有什么区别 其实只有这个 这一块 那只是标志不一样吗 您的一边 这边还有吗 啊还有 您这个停车场可真大 在香港来说 如果你拥有一部这种老师老师的话 大概六几年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一百万基本上你 没有资格去养它 您是富二代吗 不是 我是农民出生 那您是怎么赚到这么多车的呢 因为我从小就是很重的 嗯 我们那种梦想 嗯 如果有一天可以做到 还是老师的话 已经很了不起了 好像满足自己这个 嗯 嗯 嗯 完全不一样 当我拥有第一部的时候 我整个人就已经不同了 对自己很有信心 嗯 我不单准做过老斯莱斯 我拥有它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 能够赚到低筒金的呢 把工呢 当时一个月啊 应该赚到两千多块吧 一年八三年的时候 那您第一辆老斯莱斯 是什么时候买的 差不多九十年了 你买下来呢 就后悔一辈子了 为什么 那个林的维修费很贵 真的要把它养活它呢 你就要 要动动老师 我这没办法 我就去买的书啊 看啊 自己来维修了 您第一辆老斯莱斯花了多少钱 不是很贵 这是二十几万吧 应该低于市价 因为因为老爷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嘛 但是买回来的时候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漂亮了 有钱就再搬一点点 有钱放一点点 把它搞得好漂亮 然后我就把它卖掉 我赚的应该是超过一倍吧 卖了一部车 我再买两部 两部买回来 也是把它弄好 然后再卖 我是这样子 滚滚下来的 哦 然后我参加一个朋友 那个分离吧 这是老外的 然后他们结婚 这是用老西兰西兰 这古典的老西兰西兰 我就把它带人家在香港 因为香港都没有 把它租给人家做这份发生 应该可以吧 我几部就可以养活了 有几年的时候 我一开这样的时候 用了六部老实莱斯 当时在全香港只有我有 其实应该到现在也知道 为什么没有人来跟你竞争 哦 这个 这个非常简单 做这个行业 基本上是亏捆生意 如果你不会维修 你不是一切心投机就可以的了 毕竟是一个老爷车嘛 你可能要花很多精力 很多财力 去把它保养啊 刚刚您车不是开出去 连安全带都没有吗 为什么就是您这个车 可以开出去 如果你这部车 在1964年6月31号 以前出厂的话 那可以去香港那个车管所 申请免账安装那个安全带的 一般的车它不是都有报废的年限吗 那咱这种车没有报废年限吗 香港从来没有这个 您是香港出生的吗 我住在香港南亚岛里面出生的 您是什么毕业 我小时候还没毕业 如果你这些再给我一千万 叫我拿一间小学毕业 那个净数出来 对不起我拿不到 当时我就学那个电机马达方便 所以我对维修的就有一点点基础 您从一个连青菜面都吃不起 到现在有20辆豪车 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我要20辆豪车 不是怎么了不起 现在随便在国内找一个 大部分的客人可以买得起 但是主要你就用什么方法 保护它 养活它 发扬光在给每一个人去欣赏 这样子的话 你就很有满足感 对 不是说我很有钱 我可以拥有劳师来师 我真的是 存在最重的一个劳师来师协助 所有有钱的一个劳师来师协助 不喜欢我 我们那个口号 做劳师来师 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我现在出去 我是坐巴士的 因为我没钱加油 因为你去接这门一 一上游要两千块钱 所以我希望 看完那个视频 这些好朋友 一定要进来 救救我们那个 全世界最重的 老师来师协助 哈哈哈 爸爸 你怎么能给你 祝福 有一个女生的 那 有一个 是 你